儿童发展关键期为0到6岁 3岁前更是重要的发展黄金期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结合社会局、教育局及医疗院所 共同建制儿童健康服务网络 提供整合一站式服务 筛检结果若有异常 便能及早介入早期疗愈 把握成长黄金期 其实0到6岁是小朋友的一个发展关键期 那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为了守护儿童的健康 我们结合了社会局、教育局 那共同建制了一个儿童照顾的一个网络 那我们会由专业的医师进入幼儿园 还有社区提供学龄前儿童的整合性照顾服务 那也结合我们的医疗院所 在医院内办理儿童一站式的一个筛检 那筛检结果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会及早进行转介跟治疗 那卫生局在此呼吁家长跟照顾者 要依照儿童健康手册上面的时程 带小朋友去进行相关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 来掌握儿童的一个健康 马街儿童医院医师陈慧如表示 国健署自113年7月1日起 新增六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方案 透过医师专业评估出大动作 精细动作 认知语言 社会发展等四大面向 完整评估儿童发展情形 我们建议家长就是在居家的时候 使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 或者是台北市学前儿童发展的检核表 然后在居家做这个发展的一个检测 那到了健儿门诊的时候 医师会再依据这个新的 国民健康署的这个发展筛检量表 然后在门诊实际帮孩子做筛检的实测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有两个关卡的一个 那个发展筛检的一个把关 那如果说这个发展筛检量表在门诊实陈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就会建议进入到这个 我们的杂料中心的联品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新制度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这个量表同时呢 有包含了四个面向 就是包括出大动作 精细动作 语言认知跟社会发展 所以呢 其实在完整的一个面向的筛检 相信一定是可以给孩子最完整的一个 照顾的一个部分 其实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教居上都是比较是游戏化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玩具期都是跟孩子的互动 比如说积木的部分 我们就会看孩子怎么去抓取这个积木 他是这样子抓还是用掌心抓 那只有这样一个互动过程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一个发展 此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图卡的部分 那总共设计有九张的图卡 那这个图卡的部分呢 就是在现场 科医师跟孩子互动 然后让孩子去回答这样的图卡面内容 那其实通过这个图卡内容的这个 孩子的这个表达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孩子其实居家的一些内心的背景是什么 像比如说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孩子说 这个门黑黑的 走出去好像外面有怪兽 他会觉得他要出去打怪兽 那可是这样回答其实听起来很可爱 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的问题 结果一查其实孩子常常在家里是被父母打的 所以其实用这样的图卡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很快速去评估 不只孩子的发展能力 还有一些的这个家庭功能的部分 卫生局呼吁 若家中孩童一次跟不上发展进度 需尽快带孩子到北市18家 早疗评估中心或医院进行评估鉴定 台北市还有92家早期疗育医食机构 可就近提供疗育服务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